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类乃至这个星球本身 都属于一系列巧合下的产物 这是这个混乱宇宙中少见的动态平衡 而这种幸运的平衡 并不会一直眷顾人类 团队更加料理 这些地面最遭残 可真是接机 紧急通知 有外兽入侵我区 紧急通知 有外兽入侵我区 紧急通知 有外兽入侵我区 快跑 不得之到 好美味的气息是什么 是什么 最新突发情况 有怪兽突破防御闯入我区 我将梦凡 蓝色龙仙的一百区 几十年前 这个世界出现了数不清的怪兽 人类的生存空间 不断被挤压 只能归缩于堡垒都市 为了抵御怪兽的亲戚 绝境中的人物 开发出了图灵 拥有了对抗怪兽的力量 这些人便是图灵师 可惜 图灵师觉醒要一大笔钱 只有赚到钱成为图灵师 我才能有力量去寻找夏营丘 她是我的未婚妻 在那场好战中 被童话者抓走 至今下落不眠 我被人们从废墟中救出 一路撤到了九十九区 可似乎随着我的到来 还算安全的九十九区 也岌岌可危 我甚至有种预感 我是不是有着某种 吸引怪兽的能力啊 如今我身处地下巴子 如果怪兽依旧能找到我 那就可以确定 怪兽确实是冲着我来的 不不不不 再怎么说 这种想法也实在是 我都躲到八层地下室了 这也能被找到 没用的 你身上的气息 就像是黑夜里的萤火虫 老鹏又迷人 那么接下来 小飞飞快到嘴里来 你只需要 帮帮我不愿 你不愿也得愿 没想到最终还是 我落成了怪兽的口粮 我不甘心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恭喜宿主完成被动系统 考核任务 成功经历九十九次怪兽袭击 系统正在启动中 无敌光环已开启 光环可以免疫和反伤 一切主动攻击 终于 再也不要独走层层了 刚才 谁在攻击我 这假的 不不可能 他连个屠灵都没有 看到啊 谁是哪个屠灵师 在阻挠我享用美食 我疼的是吧 给我滚出来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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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好像不知道刚才是我干的 不好 细许让他乱装下去 非得被活埋不可 再想办法让他攻击我 然后干掉他 嘿 大花头 啊 啊 有太多河飞水 才长得这么不散不散 你 啊 今天非要吃了也不可 狐灵师来了也没用 你 啊 自取灭亡的 是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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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欺负小爷的下场 最新消息 突破图灵师房线闯入九十九区的怪兽 地级妖兽血灵蜥蜥已被彻底消灭 残寒于我市一间八层地下室内发现 骨肉皆被震碎 另外 现场救援出了一位普通市民 据悉 该地下室就是由该市民为鉴的 关于怪兽为什么执意钻进地下室 出手的神秘图灵师又是谁 有关部门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哟 你醒了 你醒了 你是谁 九十九区 独灵师协会主任 赵日天 什么 赵日天 是那个船前的名字 九十九区 唯一获得第一区总行为认证的 五星独灵师 相传的实力强横 神龙见首不见尾 只有在九十九区遭遇到极度危险的时候才会出现 拯救民众与水火之中啊 赵叔叔好 我才二十八岁了 废话少说 我问你 根据现场来看 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在场 你是怎么把怪兽干掉的 你小子 明明连土灵师都不是 血灵蜥蜴在同节怪兽里 以其防御力指掌 那可是需要一个三型土灵师团队才能勉强将其拿下 现在那头蜥蜴 可是挂得老惨了 如果真是这小子一个人干的 那他该有多强啊 要是能拉他进协会 说说吧 怎么回事 这个 赵叔 我也说不清 要不 你打我一下试试 嗯 怎么 你脑子被门挤了 不是 这事解释不清 你打我一下就明白了 那好吧 让我看看你的本事 来了 我的无敌被动光 搞死了呀 说好的无敌呢 万物产品啊这是 系统提示 对宿主抱有恶意的攻击才能激活光环 把我打成这样就没恶意啊 不是你叫我打的吗 行了 就玩到这里吧 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打败的血灵蜥蜴 但我邀请你加入我们土灵师协会 协会的主要职责是防御怪兽袭 一旦加入就等于被运输 而且 抱歉赵叔 我暂时还没打算加入协会 我还要去找向盈秋的线索 我知道了 那赵哥如果没事的话我就先 结了赵 你就可以走了 五十万 抢钱啊 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啊 我四肢完后也不缺身 难道 说吧 是不是查出了绝症 你放心 我挺得住 看好了 医疗费五百块 剩下的都是罚款 你怎么罚我啊 那八层地下室 是你搞的吧 呃 优秀啊 一个人挖出八层地下室 想争夺我们截区基建狂魔的称号吗 你那是违剑 明白不 那看在我干掉怪兽的份上 能减免不 哎呀也不是不可以 如果你愿意加入协会的话 看清天价罚单只是为了框我 想都别想 要钱没有 要免一条 我告诉你小子 你想从我这儿 逃单成功的可能性 比我赵日天 被绿的可能性都小 老赵来电话啦 老赵来电话啦 喂 你好 我是赵日天 喂 媳妇儿 你晚上要去做头发呀 不回家了 卡里没钱了 我去抽 好我知道了 王王大爱你哟 我要事先走来 对了 李家大院那事 有人在网上悬赏 委托图灵师出手 说有 童话者出现 但我感觉情况似乎没那么简单 你有空 替我去瞅瞅 童话者 当初把笑音球抓走的 就是童话者 如果你改变主意了 幻影随时入职 童话者是极端情绪下 被怪兽力量腐蚀的人类 他们的力量源于怪兽 厉害的甚至可以比肩怪兽 有无敌光环在 差道里不可能有什么危险 但童话者的能力 像图灵师一样五花 保不齐只有什么奇怪的招式 但我也不能不去啊 如果真有童话者 我可以借助他们找到什么线索 上吧 现在都有无敌光环了 再不去 难道我要一辈子躲在城里吗 我天啊 干嘛 诸位 请静一静 我叫李怀 是这次悬赏任务的发布者 事情是这样的 几天前 我家就开始出现各种怪事 疑似是有童话者在搞鬼 因此我 你也一个童话者而已 真是磨磨唧唧 就是 有我们三兄弟在 一个照面就搜死了他 要给我们 半无一时 三位是 你居然不知道我们 那有必要跟你介绍一下 好伤飞 好物力 长一分 星似落叶的季节 第二六 暗一分 轻一落 原已在 心一故 我的体 我们就是 牙 套 妹 组合 我去 原来是牙套妹组合 他们可是 曾经参与过受力 第七怪兽的图灵师 没想到他们也会接这种任务 对啊 有你们三兄弟在 看来这次任务 确实没有难度 请进吧 好浓烈的血腥味 不会有炸吧 三分钟搞定 我们牙套妹组合 都是怪男人 这群人这么虎的吗 算了 不入虎穴 咽得虎子 简洁行尸吧 全都进去了 那么 食物准飞完毕 哈哈哈哈 哈哈哈